騎士在路口被白色休旅車猛撞 人瞬間飛起來 重摔落地還滾了一圈 再看一次疑似因為視線遮蔽 白車左轉撞上二十歲 黃姓騎士 他左腿骨折送衣 南大神騎車行進台中污日區 環中路八段被左轉車撞飛 還好送衣後沒有生命危險 接著鏡頭轉到台中西區 賓士車駕駛怎麼這樣開 右轉路口竟然大偏移 撞上地下道護欄整個凹陷 駕駛不聞還原狀況 當時警方一臉疑惑 說第一次看到有人這樣自撞 你怎麼開的 他才委屈的說 有一隻蟑螂掉在我身上下風了 就以前有騎摩托車 然後蟑螂也是飛過來 就在胸前 然後就啊 然後就是蟑螂飛走 林台廳子尖叫 也是差點摔倒 會驚慌一下 但基本上開車 還是以安全優先 我覺得這個看個人臨場應變 開車開到一半出現蟑螂 網友開玩笑的說 這車不能要了 還有人問車上要有多髒 才會有蟑螂 現在車出現危機 車主心理陰影先不談 撞到保險桿掉了 車輪歪了 連荷包都要苦苦了 記者連美麗雲傑台中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